大家好 春季到了 我们家中的这个精致玉叶又开始活跃的生长起来了 如果在现在你对自家的这个精致玉叶 它的灌服和珠型不是太满意的话 那么在现在就是一个最佳的塑造时机 因为给它塑造珠型 很多时候都要给它修修剪剪之类的 那么在现在给它修了剪了之后 它很快就能够重新萌发这些新的嫩牙了 所以想要改变精致玉叶它珠型的花友 在现在一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那么在给它做了修剪或者是塑造形状之后 如何让它更快的把这些新的芽子长出来呢 大家看我这个精致玉叶它的芽子就长得非常的旺 而且长得很粗壮 叶子的肥大又翠绿 那么怎样做到的呢 其实就是在养护上面的做了一定方面的调整 首先就是光照方面 精致玉叶本来就是一个属于多肉鱼类的植物 那么在春季的时候呢 这个光照还很柔和 我们可以把它挪去晒一晒太阳 马齿献科的植物呢 也是需要光照的光照充足一些 它才能够进行养分的积累 第二个在浇水方面呢 就任性了一些多给它浇了一些水 所以它的叶片才长得非常肥厚脆略 而且呢经常给它叶片上面喷洒水物 能够保证它处在一个湿润的环境 那么这个精致玉叶它的生长呢 就会非常的旺盛 那么第三个就是在给它做了造型修剪之后呢 就给它多浇了几次这个促进生长型的营养液 它里面的氮磷甲元素呢 是30比10比10 这种氧分分配之下呢 这个精致玉叶它的生长速度呢 就会比较好了 而且磷甲肥又不缺 它长出来的这些新的嫩芽呢 就不会发软 而且呢不会出现氮素过多而徒长的那种现象 如果你想给自家的精致玉叶塑造形状的话 那么就抓住春天这个时机进行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它的长势呢非常的旺 很容易就把新的嫩芽长出来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本期视频